早在去年小三陈日林就在朋友圈自暴与他之间的关系,但影响不大,秀博大叔还是继续拍戏上节目,那会可能是把陈日林用钱吻住了,用钱来堵住他的嘴,最终会让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的。 当无法满足他的时候,就是秘密败露的时候,波叔怎么可能会让自己的演艺生涯毁在他的手里? 所以,让陈日林回国商谈补偿他的事情,结果,刚下飞机就被空安局带走,被波叔指控涉嫌敲诈了所罪,可能会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对于这场闹剧来说,这才是开始,接着,就是这几天我们看到的这些。 一会是陈日林的妈妈说,女儿是被陷害的,一会波叔妻子说,家人被威胁多次,一会说陈日林辛苦照顾波叔多年,一会又是过着明月般的生活。 其实不管怎么样,两个人都不是好东西。 娱乐圈季节省为王思聪,连发了好几条微博来骂波叔。 林凤杰也坐不住,出来声讨他,说,他是长得老实的家男,自己都看不上他,觉得他说得很对,大家都被波叔喊后老实的大叔人设偏到了。 他当年也被经遇上西雅图里的善良老实暖心的大叔,可是深入人心,不光在剧中抱的美人归,剧外也是迷妹们的万人迷大叔。 谁也不能怪,就怪我们入戏太深,果然长相老实的人,更有犯错的资本和潜力。 这两年的大叔犯错的还真不少,早有黄海波嫖娼未装,悠悠不知其美。 我的大叔总裁刘强东出轨,以为帅气小鲜肉会招三目次,没想到成熟年长的大叔也不让人省心。 波叔不仅把自己的演艺声扬毁了,还连累了一大波人。 像秦胜二明明是过年贺岁当电影,想着冲一下票房。 结果这次好了,因为他是主演的牵连,直接退出贺岁当,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的,提前让电影上映。 票房没了保证,通知组的演员,不也是莫名中称吗? 白配合他演戏了。 杨颖被人吐槽很久的演技,还想着靠和波叔合作逆袭一把的《欲望之城》,现改名叫《河王生活》,也从电视播出改为网络播出。 还有和唐燕主演的《无名侦探》,和《独江霍自苑》主演的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,恐怕都被连累。 连波叔自己参与录制的《北京春晚和王牌对王牌》也被删禁。